大家好,欢迎收看新一期的视频 钓鱼可以说是一种非常有技术含量的消遣方式了 毕竟很多人可能坐一天都钓不到一条 然而在世界上却有这样一个地方 当地人钓鱼不仅不用鱼饵 钓鱼的方式也堪称世界最牛 在斯里兰卡西南海岸有这样一个古老的村落 同很多沿海村落一样 这里几乎所有人都靠着捕鱼为生 不过不一样 别人都是坐在岸边 礁石或者船上钓鱼 而这个村子的渔民却是踩着高桥在海里钓鱼 当地的渔民们会在近海 找一处浪大的地方竖起木桩 并在木桩的上方做好支架 这样一来就能坐在木桩上面钓鱼了 从远处看去就像踩着高桥一样 虽然这种钓鱼方式看上去非常简单 但是真正操作起来一般人还真不行 但是爬上木桩的支架估计都很难办到 更别说坐在上面 顶着烈日海风垂钓了 据了解 这种特殊的钓鱼方式已经有几百年的历史了 最开始是因为当地人的生活非常困难 买不起渔船才想出了这种钓鱼的办法 不过久而久之 他们发现这种方法不仅省钱 甚至连鱼饵都不用准备 就能很轻松地钓到鱼 这样一来 这种高桥钓鱼的传统便一直保留了下来 直到被摄像师记录下来 并发表到《孤独星球》杂志后 才被世人所知晓 如今虽然这个村落靠着独特的旅游资源逐渐富了起来 但高桥钓鱼却并未因此变质 渔民们依旧每天顶着烈日海风 在木桩上一坐就是几个小时 小伙伴们 对于这种钓鱼的传统 你们有什么想说的吗 好了 今天就和大家介绍到这里 下一期会得大家去看更有意思的地方 欢迎大家点赞评论 喜欢我就请点击视频右下角的关注哦 请不吝点赞评论